我們現在就進去我們的第二章 Sequences of Blue Numbers 這個NOS代表就是Numbers S附加的 這樣子的一個數列 這些數列的事情 大家事實上在高中裡邊都已經有學過的了 譬如說N分之一這個數列 我們當然知道它是代表一個 一個好像有規律的一組的數字 一個跟一個這樣子 當我寫N分之一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第N項的時候 它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表達的方式 譬如說N等於10 我就知道這個是第10項 它就是十分之一那個項 那N等於100 那就是第100項 它就是帶進去 我就得到一百分之一 這樣這個數列 是有無窮的量在一起 我們有興趣的就是要看看 它會不會有一個所謂的趨勢 就是越來越接近一個數 那大家有看過數列 當然也知道就是說 它們確實是越來越接近一個數 就是零 在這個實現上面 我們表現出來 也會得到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可是怎麼樣認知 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 越來越接近這個事情呢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章的主題 我們一般說 一個AN就是一個數列 Sequence 數列 那當AN去上無窮 這個LIMITAN等於A什麼意思 就是說 當AN越來越大的時候 AN這個項越來越接近A這個數 它是一個實數 那一般我們從高中的時候學呢 都是這個樣子 搞不好去年你大一的時候學微積分 老師也是這樣子說 這樣子當然是沒錯 但是呢 如果我們要很嚴密的去看這個事情 如果有這麼自然的一些數列 我當然是用這個就夠了 可是呢我們發覺呢 有很多複雜的數列呢 我這樣子越來越大 越來越接近這種的 比較直觀的講法呢 是過不了去的 是講不清楚的 那這句話呢 是有它的所謂的不嚴密的地方 譬如說接近 什麼叫接近 那譬如說 所謂接近意思就是說 它跟它的距離是小的 是接近 那假設 譬如說 A是等於0這樣子 那什麼叫做接近0 1接不接近0 0.01接不接近0 是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怎麼樣界定 你是接近 跟這個所謂的大 那我要說 事實上它是相對的 從以下這個例子呢 就很清楚 就是這個例子 AN等於N分之10的20次方 我AN等於100萬 大了吧 我的AN是10的 你算一算 14次方 這個有沒有接近0呢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就是說 你可以接近0啊 你的N只要大 那你要讓它接近0的話 事實上是N要 不只是100萬那麼大 要更大 那譬如說 N等於10的30次方 那就很大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說 這個AN呢 就會 就是一個小數了 就 你這樣子說 接近 那就當然是 講得過去 但是這邊呢 你說 10的14次方 接近嗎 那我就 我就會打一個問號 對不對 一般人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會打一個問號 那 所以 這個數列 我們當然很清楚 它還是0 這個limit還是0 那 就是 N 越來越大的時候 N大的時候 AN只要接近0 可是這個大跟接近呢 是相對的 這個是我要強調的 那這個 一般我們說大 但是在這個數列來說 它還不夠大 我要這個 才是夠大 只要會產生這個 所謂的接近 這個事情 然後 另外一個例子 所謂的越來越 也是麻煩的 假設我現在極限是0 有沒有一個數列 所以它跳進幾步 然後又走出去 又再跳進 又走出去 又再跳進 最後呢 去向0 我們有時候會碰到 這樣子的一個數列 那 你這個越來越 就不見得是 這個越來越是一個整體的 是一個整體的 那譬如說我現在呢 取第二個例子 它是這樣子寫的 N分之一 它是基偶的 一個分開定義的一個數列 那它是 第一項呢 是基數 它是10的20之方 然後 就二分之一 然後三 四分之一 然後五的 乘以十的20之方 六分之一 它是這樣子的 那用一個實線來看的話呢 它是 二分之一 可能是在這裡 然後 對不起 第一項是10的20之方 所以它是很大很大 很遠很遠的一個數 然後走到二分之一 然後又走出去 也是一個蠻遠的數 又走到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那又走出去 這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這樣子 它是越來越嗎 它不見得的 它可以跳來跳去的 我們容許這種數列嗎 這個數列會有limit嗎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 就是說 我能講就是說 這個limit an 是等於0 這個 你看 這個偶數的部分 是去上0 技術的部分也是去上0 對不對 我當然希望是有這種的東西 那 但是怎麼講呢 你如果說 越來越的話呢 因為它跳來跳去的 所以這個越來越呢 也是不 精確 是這個樣子 那 所以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就 在這個數列上面 那個 收斂 我事實上 就是 我們精確的定義 不是這樣子講的 是 基本上是這樣子 你要求 我多麼接近這個a 我就可以 找到 一個n 所有n 所有n以後的像an 都滿足你的要求 是這樣子的 這個語言 來去說明這樣子的一個極限 因為剛才已經說了 這個大跟接近呢 事實上是 是 是 是相對的 而且我們也拋棄這個越來越的意思 我就是 我就說 你要求我多麼接近 我就能夠找到 一個n n以後的 所有像an 都滿足這個要求 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狀況 我們再來 給它 定義 首先呢 這個fcn就是function的意思 就是 數量呢 我們都用一個 都可以看成是一個函數 它是n去r 換句話說 它是將n引過去一個實數 這個實數呢 我可以給一個名稱是an 那譬如說 我剛才將這個寫出來 就是相當於 在那排列出來呢 就是這個an的一個展現 因為 我這個第一項 事實上就是 我的這個a1 第二項 就是a2 第三項 我排在第三位置 第四個位置 第五個位置 第六個位置 我這樣子排的話 事實上已經 心目中就是有一個函數 在哪裡 表現的了 所以 無論是我用這個排法 或者是我用一個抽象的符號的寫法 都是一個函數 都是一個函數 這樣子看 那我們就稱 我們稱這個函數呢 就叫一個 sequence 那然後 我們就用一個 一個符號 那這個an 有點像是一個坐標 排第一 第二第三 第四 一直這樣下去的 那這個是一個 跟集合的寫法 是差不多 但是呢 我喜歡用這個寫法 而且呢 有時候我要說這個是集合 有時候呢 我說這個是 sequence 那有點亂用符號的 那大家 後面的就是要留意一下 好 然後 我就定義 就是 我們說 limit an 等於 a 所以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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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就是 給定了 ε大於0 我找到 一個n 是自然數 使得 n以後的 所有的n 我的an-a 都是 小於ε的 那 這個呢 我用文字 來給大家寫一寫 好 所以就是这样子 随便给我一个εn 我希望an跟a的距离小于ε 就相当于说我要求这个an 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近 跟a的距离是满足距离小于ε 这样子的一个接近的程度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limit 我们说这个limit就是等于n的话 就是要保证存在一个n 一个自然数n 使得就是这个n向以后的所有向an 均可满足我的要求 均可满足我的要求 那所以我就找到这个n 重点事实上就是给定ε 我找到这个n 那这个n可以说是依赖于ε 可以看成是一个函数 而这个for all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 对于任何 无论你有多么接近a的要求 我必然可以找到一个项 以后的所有的an都会满足这个要求 那这个就是limit an等于a的这个定义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刚才所讲的几个例子 他们都能都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严谨的方法去说明这个事情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limit的定义呢 大概是1880年左右才出来的 跟我们的这个微积分的这个发明 那个时间差了大概200年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 我们要说这个是我要证 是一个当然很直观的这个一个limit 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精确的定义 我们可以来定义呢 是来证这个事情 那这个证明呢 是这个样子 我们呢很多时候呢 都是从这个尾巴开始想起来的 就是 这是我的目的 我要求 我的要求 是我的要求 所以我要求 我的n分之一跟零的距离是小 我先简化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距离 因为这个是零 所以呢 实际上很简单地看出来就是说 这个绝对就是等于n分之一 然后我就是要问 什么时候 我这个n分之一要小于epsilon 那当然不是每一个n都满足我这个要求的 我是说某一个像以后的n只要满足我的要求 那这个当然是行啊 因为就是阿基米德的性质 就告诉我们就是存在一个n 它是 我写得清楚一点 就是n呢是大于epsilon分之一 那这句话是等价于就是我的n分之一 是小于epsilon的 那因此呢 对于所有的n以后的n 我的 我再重新再看看我的要求 刚才已经说好了 它们就是等于n分之一 可是n分之一 如果n是大于等于n大n的话呢 这个小n分之一只要小于等于大n分之一 那用上面的来说就是小于epsilon 那我的要求就满足了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做了就是随便一个epsilon大于0 我们都可以找到 怎么样可以找到 阿基米德性质保证找到 那很明显epsilon变的时候呢 这个大n也是随之而变化的 那 然后呢 大n以后的所有的整数 它都会满足 它跟0的距离 就是要小于epsilon 这个就好像一个填充题一样 我们将我们的定义 所要求的东西 就是利用一个逻辑的这个方法 方式就是将中间的那个理据呢 给它补充 使得呢 整个那个命题呢 是可以成立的 那成立了以后 我就可以稍微下结论了 下结论就是我的limit an n去上无穷 就是要等于a 好 是这样子 是不是 那我这里还可以 呃 呃 列一个表格出来 我这里是 for all epsilon的 啊 对于每一个epsilon 我能够找到大n 核心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大n 那 阿基米的性质是保证 我们有这个大n 但是 呃 事实上这个大n是什么呢 呃 那个没说 我们往后呢 呃 利用这个阿基米的 事实上就是利用刚才那个fact 我知道就是说 这个高斯符号是有的 所以呃 是是可以找到一个 所谓的正整数 会满足这个条件 啊 如果我的an啊 事实上是等于 我的这个 这个epsilon分析的高斯符号 呃 对不起 呃 再加1 好不好 对 那我就可以保证啊 这个是要比epsilon分析要来的大 那 它的导数只要小于epsilon 那后面的东西呢 就会成立 所以 你看看 比如说我随便的epsilon是10 我的n啊 就会是它导数再加1 哦 那 事实上就是等于 1 哦 呃 呃 呃 它说明什么 就是 我的 所有 我要求就是 这个东西是成立的 啊 所有大于1的那些小n 它的n分之1 就是要小于epsilon 那这个是呃 这个epsilon是10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一定是对的 哦 这个一定是对的 那epsilon分之1的高次符号就是等于0 哦 那比如说我的epsilon是0.5 那 这个导数的高次符号就是2 2加1就是3 我就说3以后的都要小于0.5 这个是对吗 我们来确认一下 就是比如说三分之1 哦 这个小n刚好等于大n 三分之1 当然是满足0.5 四分之1 五分之1 六分之1 第三项以后都要满足 它的导数是小于0.5 哦 那如果是0.05呢 那我这里呢 利用这个公司呢 我就是呃 可以找到就是 它是呃 导数是 这个呃 0.05的导数是20 所以第21项以后 都要满足我的条件 啊 所以 无论我的epsilon是任意给 我的n 通过这个公式 也是可以给得出来 它是以赖epsilon的一个数 就是 这个项以后的an 都要满足要求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limit n分之1等于0的这个呃 呃 呃 所谓的状况 从这里呢 我就可以保证呢 就是 事实上就是保证什么呢 这个尾巴 这个an的尾巴 就是很接近这个a 啊 那是这样子 好 呃 我想我 我再brick一下 啊 然后我们就继续 呃 再举 多举两个例子 然后就呃 进去理论 好 接下来呢 我就考量就是 第二个例子 啊 那就是 刚才所说的 这个是 n是偶数 的时候是n分之1 啊 跳来跳去的这个 有时候近 有时候远的 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我当然希望就是说 是 limit的 an 是等于0 啊 我们当然要洞察到 就是说 你是跳来跳去 有时候近 有时候远 但是总的趋势 你还是整个 越来越跟这个 啊 0来逼近 啊 啊 因为N压力越大的话呢 这个都是对的 而且 所谓的 不好的 那个地方是在哪里 不好的地方是这个项 啊 就是 这个 两个 两个树来说 这个树比较大 如果我希望尾巴 是很接近零的话 我当然希望就是 这个树 是小 啊 那 这个是比较坏的一个 所以 我可以针对这个来做 就是 比较坏的 那个尾巴都接近的 比较好的 当然就是会接近 啊 主要是这样子一个看法 所以我就用坏的来看 那我一样是从这个 我们的要求 这样子这个要求来出发 啊 来 去设法 如果能够达到我的要求 我的N要是什么 才对 啊 整个来说呢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希望呢 或者是我要求 就是 A N 减零 是 小于 Epsilon 啊 那 我整理一下的话呢 因为两个都是正数 我当然知道它是 A N 啊 那然后 呃 我已经叫 已经讲了 比较坏的是这个项 所以 我根本就不看 它是G偶的 反正我就是 最坏的 就是这个 如果N是G数 当然这个是对 如果N是偶数 这个A N 就是N分之一 当然也比这个小 所以 有一个单一的 所谓的上界 是简单的 那 如果我能够证明呢 就是说 当N大的时候 这个数 小于 Epsilon 那 我就 整串呢 就是可以说 就是满足要求了 那 怎么样子可以 保证这个 N大的时候呢 它要满足Epsilon 那当然也是可以 呃 呃 利用阿基米的 的那个性质 或者是 我们就用 呃 这个 刚才的那个 所说的 那个高斯符号 我的 N分之十的二十之方 小于Epsilon 相当于就是说 N 大于 Epsilon 分之十的二十之方 它的高斯符号 再加一个单位 我就令它是这个样子 哦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呢 是 呃 它是当然是大于 Epsilon 除以十的二十之方 那这个事情是 等加于就是 Epsilon 是大于 十的二十次 除N 对不对 哦 这个Epsilon 放去左方 那个N啊 放去右方 放在分母里边 我具有这个东西 那 这样子的话 我的 大N以后的 那些小N 我都有呢 就是 An 减零 都要小于 等于 上面已经 说了 就是 N分之十的二十之方 哦 那 然后呢 这个N分之一 就是小于大N分之一 是这样 哦 然后 前面又讲了 就是它要小于Epsilon 所以 我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做了 给定的Epsilon 大于零 我会找到一个N 这个N啊 这个公司呢 是讲得非常清楚的 N以后的 所有Epsilon 我都有 An减零 是绝对 小于Epsilon 这样子 当然就表示说 我就可以下这个结论呢 就是说 Limit的An 就是要等于零 哦 这样这个数列 它 就是以零 为极限 哦 那 就是这样子一个结果 我们同样可以画一个表 来表示 这样子一个状况 呃 你看 呃 类似刚才的 如果我的 Epsilon是 10 啊 那 我的N呢 就是 10的 19 加1 啊 在这个项以后呢 它的 An 跟零的距离 都要小于 10 哦 那 如果我的N呢 是 如果我的 我的Epsilon呢 是0.005 这样子 0.05 那 我们也可以 呃 这样 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是 2乘以 10的 18之方 那 然后 呃 19之方 哦 那再加1 是 它 这个项以后呢 它就会满足我 这个差异 0.05 当然这个N就很大了 啊 你看到这个N比刚才的那个 要很大 那 呃 都 回 都 都 都可以的 那 呃 无论是说我们设 任何的一个 比如说 Epsilon等于1 我们也有 就是等于 10的20之方 再加1 啊 那 呃 是 是 是 呃 这样子 这里不是 不是19了 对不起 是21 啊 是一个更大以后的数 啊 它是 0.05 分之 10的20之方 再加1 啊 那是等于1加 这个相当于就是 呃 20 乘以这个 所以是 2 乘以 10的 21 啊 那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数 啊 那你Epsilon越小的话 这个大N就是越大 啊 那每一个Epsilon 只要它是一个振数 我这个大N都选得出来 是没有问题的 啊 那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例子 好 我再举这个第三个例子 现在呢 我开始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状况 呃 那小一点点的也是满足要求 啊 这个点呢 我觉得啊 我要我要强调 啊 那 呃 这个N 这个N如果我定是这个数 啊 它就满足要求 如果我定 不要加1 我加10 会不会要求 会不会满足要求 啊 我说 从这个相以后 都会要求 那我加10 会不会要求 实际上都是要求的 都可以达到要求的 啊 换句话说 我这个大N是不是唯一的呢 不是 我大N可以有很多选择 你找到一个 事实上你就找到无穷个 我的大N大一点的话 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 啊 那这个是重要的一个一个观点 因为 我有兴趣的 是了解大N以后的东西 啊 那如果大N是等于 啊 比如说 10的二十四方加1 它后面的都满足 那我 我不要这个 我用10的二十一之方 这个比这个大多了 当然也会满足啊 后面的都会满足啊 啊 所以我有无穷个选择 10的二十二之方 啊 啊 就这样子去去处理 所以啊 这一点我们要强调的 这个大N的选择呢 呃 不是唯一的 啊 是这样子 好 好 回来我第三个例子 回来我第三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数列 哦 那 呃 我们大概也知道就是说 如果我 每一个都除N的话呢 哦 这个我们大概中学 高中的时候呢 都会这样子看 就是一加N平方分析 所以你的结论是什么 它是等于1 是不是 啊 这个limit是等于1 那 这个通过一些数学的 我们后面要讲的一些定理 一些道理呢 事实上是OK的 那现在呢 我请上去直接 用我们的εpsilonN的语言 这个我们叫做εpsilonN εpsilonN的语言 来直接说明这个limit 确实就是等于1 哦 那你怎么说呢 呃 呃 做法是差不多的 我就是要求 我都是从要求哪里 看回来 哦 我要求这个跟1的距离 小εpsilon 啊 可以任意小 这个你通分母弄一弄的话呢 就是N平方加1 然后 通分N平方 整理一下 再减去N平方 再减1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N平方就消掉了 剩下负2 绝对值以后就是2 所以是这个数 这个数还不值 我还可以给它再整理 怎么说 这个1 n平方加1 这个1也是很麻烦 我就小于n平方分之2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数 那我就利用这个数 来问 当n大的时候 这个数当然是可以小 所以我要求它小于ε 大概是会乘 所以我就来设计我的 这个大n 那给定的ε 我就let 这个大n 它是等于ε 分之2 然后呢 那个 根号的高斯符号再加1 那它是绝对大于 这样子的一个数的 那因此呢 我的大n以后的小n 我都知道就是n平方减1 它是小于n平方分之2 好 利用前面的那个运算 我就不需要写很多了 我当我利用它来确定这个大n以后呢 后面的我就可以来到就是n平方分之2 那然后它是当然小于等于 如果小n是大于大n的话 它的导数 当然比大n的导数要来得小 然后现在呢 你就会看得出来就是 如果n平方 再除2 当然就是小于ε 利用这个我叫做2吧 利用这个2次 我就得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那我做了什么事情 ε大于0 我令n是等于这个 n以后的时候n 那个an跟这个1的差异 绝对小于ε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 结论是什么 就是by definition by这个ε n的这个definition 这个是等于1 我一样可以列表 比如说ε等于1 我的大n呢 就会是 更2的高次符号 等于1 再加1就是2 我如果是0.1的话 那这里是 我的大n呢 这里已经写得非常清楚的 就是小心一点算 你就会算出这个大n出来了 如果ε是0.1 这个是20的根号 然后高次符号 所以是4 4加115 0.001 这个导数就1000 2000 2000的根号 46再加1 47 反正就是说 都会给我一个 具体的一个正整数 那在这个项以后 后面的小n 都要满足我的要求 那不同的ε就是不同的m 而且呢 也很明显就是ε越小的话 你的n呢 就是越大 那我们有一个住的就是 赤三刚才已经说好了 就是说 这个n的选择呢 不为1 并不为1 你找到一个的话呢 你可以找到无穷个 然后当它说明了就是 我们的这个距离 这个an跟1的距离是小ε 那是对所有的an 所以呢 事实上我们整个ε的语言呢 就是重点是看 整个数列的尾巴 这个数列 我们要看它的尾巴 是不是 所有的尾巴 某一项以后的所有项 都是跟你的极限时 达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接近程度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limit的这个精粹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底下呢 就是你要做到就是 使一个精密的一个了解 在这里我当然需要 这个最后的这句话 当然是很重要的 我还是要画一个图 来给它说明 假设这个是a 我要求an-a 小于delta 小于epsilon 那是什么意思 相当于就是说 你可以看一看就是说 an是小于a加epsilon 大于a减epsilon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不等的一个式子 那所以a减epsilon a加epsilon 比如说我可以写上就是a减1 a加1 那我是要求就是说 某一个大n以后呢 那些项呢 比如说在这里我知道就是说 a3的项 a3以后的所有的an 都是在这里的 这个a就等于1了 就是在刚才那个例子来说 好 那如果我的epsilon是0.1 我就是a减0.1 a加0.1 这个表就看到就是 我的第五项以后呢 每一项呢 都在里边哦 所以 这个是所谓的尾巴 就是这个意思 第五项以后 所有项都在里边 如果silon再弄小一点的话呢 那 像这里说 0.001 这样子 那我就知道 这更厚一点的项呢 更集中在这个a里边 那越厚的越集中 越厚的越集中 所以这个收链呢 事实上从这样子的一个看法的话 当然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嘛 就是它是完全就是集中在 这个a这个极限的附近 那而且呢 像素越大的话呢 就是越接近 那就是完全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不管它是不是跳出 跳来跳去 它在里边 我集中在里边 它里边是怎么跳 我们是不管的 我们只是看一个大的趋势 然后n跟epsilon 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关系 那反正就是后面的项 绝大部分都在里边 那就这个limit呢就成了 那这个就是整个我们epsilon n的那个limit的要求的这个精粹